大家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爱特精英国课部门的物理老师 那今天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 关于物理学当中的叫做Heat Transfer,热传递这样一块内容 那我们先来回忆一下关于生活当中的热传递的现象 我们大锤同学,你能不能想到有什么热传递的生活的经验 往热水里面倒一些冷水,我很快就能喝了 好,这个例子非常形象 那这是一个关于流体之间的一个传递 那我们想一下有没有什么固体当中的传递呢 比如说我们想一下这个,比如说你现在在吃火锅 好,那我们知道当你把这个捞肉的这个勺子放到这个火锅当中 那你很快就会再把它拿上来,再放在旁边的架子上,对不对 原因就是如果你持续的把这个铁勺放在这个锅底当中的话 那下一次你再去触摸这个铁勺的顶端的时候 你会觉得非常的烫 那其实这也完成了我们这个热量从底部传到顶部的这样一个过程 OK,也就是说就算我们的物体并不具备流动性 它也仍然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热量传递 OK,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也有一些细微的区别 我们会觉得对于流体的热传递的速度好像要快一些 但是对于这种固体之间的热传递的速度要慢一些 那是因为同样都是热传递 但其实中间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好,那我们今天来学习一下 其实理论上我们会把这个热传递会分为三种过程 分别是第一叫做conduction 第二叫做convection 以及第三叫做radiation OK,conduction叫做传导 convection叫做对流 以及最后一种叫做热辐射 那今天我们会主要来讲解一下 关于这前两种的这个热传递的一些区别 和它们的一些特性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not matter 也就是一个非金属的一个材料 OK,好,现在我们在这个位置呢 放上一个热源 我们现在对它先进行加热 那我们来看一下 加热之后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OK,好,大崔同学 你看到在加热的那一端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神奇啊,这一端的原子开始震动了 说得很好 我们这边的原子会开始震动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这个物体的温度 其实就是由它原子震动是否剧烈来体现的 那我们一个物体的原子如果震动的越快 那其实它的温度就越高 这个是我们在前面所学到的内容 OK,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如果持续对它进行加热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 好,那我们发现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们整个的这个原子全都进行了一个剧烈的震动 而且这个过程可以发现是先从这边的剧烈震动之后呢 这边的原子会将这种震动慢慢的传递到与它相邻的那些原子 然后再依次这样的传递下去 所以最终呢 我们会实现这个物体的全部的这个面的温度的升高 那这就是我们在非金属当中所发现的这个conduction的过程 好,那我们想一下 这是一个非金属的一个例子 那对于金属来说呢 有没有什么样的区别啊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个金属的结构图 OK,那在这张结构图当中 我们会发现金属的材料呢 除了有这样的一些原子之外 它旁边还有一些小小的这些物质 那大翠同学 你知不知道金属当中这些物质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应该是free electron吧 对,这就是自由电子 那在金属当中 这些自由电子会怎么样 会进行一个非常自由的移动 对不对 所以我们才会把它叫做自由电子嘛 好,那这样子的话 如果我们继续对一端进行加热之后 那这里面除了会有这样的一个震动的一个传递之外呢 我们还会有这些自由电子 它们会带着这些热量 非常自由的就很快的从底部就跑到了那一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对于金属来说 它的热传递的效率要比我们非金属要来的快很多 OK,那这样子呢 这我们就介绍了两种材料 对于这种conduction的一些区别 那我们进行总结一下 好 先来看一下conduction的书面定义啊 那这里还是要强调一下 定义这些东西一定是要认真的背诵的 我们考试当中还是会非常常见的出现 对于定义的一个墨写 好,我们看一下什么是传导啊 传导首先就是一个 flow of heat through matters 我们传导就是对于材料当中的一个热量的传递 而且一定会从这个高温的地方传到这个低温的地方 并且它的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就是without movement of matter 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物体自身是没有移动的 移动的只是那些振动 是我们通过原子的一个振动 将这种振动传递到临近的原子 但是你可以想一下 对于这个固体来说 我们在这段加热 当这种振动从这端转移到这一端之后呢 我们整个物体自身 并没有真的从这一端就跑到这一端 对不对 这端还是黑的 这端还是白的 它们并不会进行一个实际的一个流动 这就是我们传导的一个概念 以及当中在理解上的一个重点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强调就是 既然要完成这样的一个振动 那对于我们物体来说 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呀 我们需要你的原子与原子之间的间隙 是要相对来说比较小的 你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原子在这 另一个原子在那里 那其实没有办法把这种振动传递到那边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 conduction usually occurs through solid 我们所以来说呢 振动这种传递方式呢 其实大部分都是存在于固体当中的 那其实对于液体当中也是存在一些这样的现象的 毕竟对于液体分子呢 它的间隙相较于固体来说稍微松散一点 但也并不妨碍进行这样的一个传递 OK好那我们现在应该能想到对于气体当中的话 大锤同学你觉得气体它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传递吗 我觉得气体不能传到 因为气体分子之间的线起比较大 所以这种振动很难传到 很好我们大锤同学回答的非常对 那这样呢 对于conduction的一些要点应该是能够真正理解的 好那我们之前刚刚有讲到 对于金属和非金属 它们在传热的速率上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那其实我们在物理上呢 是有两个专业名词来形容这样的一些差别的 首先我们把这些传热速度非常快的材料叫做conductor 叫做导体 那将传热速度非常慢的那些材料呢 叫做绝缘体insulator 那我们也强调一下 不要看到绝缘体就认为它是不是就完全不传热的 那其实不是的啊 它只是传热的速度比较慢而已 好那我们生活当中有哪些常见的导体呢 大锤同学 比如铜火锅 厂菜用的铁锅 绝缘体我也知道 比如锅上面的橡胶把手 好我们大锤同学说的非常正确啊 不过也能看出来大锤同学是一个十足的吃货呀 举的例子全都是跟吃有关的 对的我们对于材料呢 其实只有区别之分是没有好坏之分的 我们材料的隔热性能好与不好 完全要看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应用 好那我们为了让大家记忆呢 我们也列出了这样的一份表格 我们从下面开始呢 是导热性能非常差的 比如说像glass wool对于玻璃啊羊毛啊 还有这样的一些木头啊等等 橡胶这些常见的一些绝缘体 以及非常好的导体啊 我们在上面 比如说像银啊铜啊等等 这样的一些金属 那最好的导体啊diamond 同样应该也是最贵的导体 对不对 钻石呢 好那对于这张表格呢 需要大家能够熟练的记忆 包括题目在问你 哪些是导体 哪些是绝缘体的时候 要能够准确的回答 那其实也不用记得那么的繁琐 我们通俗的来说 只要是金属呢 一般都是好的导体的 非金属呢 其实一般都是不太 导热性能不太好的 好那这个是我们所讲的传导 总结一下呢 就是要去熟悉它的一个定义 并且对于它整个的过程 热量是怎么从这一端到这一端的 这里面的一个震动的传递 要非常的熟悉 以及对于金属和非金属 它们之间的区别 包括导体之所以会称之为导体 比如说我们像金属之所以会传导的效率比较快 是因为它里面有自由电子这样的一个区别 这些是需要我们正确的进行掌握的 好那刚刚呢 是在固体当中的一个传热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液体当中 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实验图 我们在这里呢 有一个水壶 水壶里面呢 这里开始有一个加热圈 那我们现在对这个水进行加热 好那一旦加热之后 里面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知道受热的这部分水 会先进行膨胀吧 受热膨胀 热胀冷缩 这是一个自然现象 对不对 好那受热膨胀之后 它的密度相较于之前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大锤同学 因为受热膨胀 所以它的密度会降低 对的 密度会减小 那同样 密度减小之后 这个物体是不是就开始上升了呀 好那上升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水上去了 那总要有一部分水是会被我们怼下来的 对不对 我们热水到了上空之后啊 它会去替代原来冷水的位置 那冷水呢 相对于热水来说 它是比较冷却的 那冷却的东西 它的密度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大的 对不对 那有了这样一个对比 我们热水一旦上去 那冷水就会被挤下来 那挤下来的冷水会继续经过这样的一个加热 那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循环 OK 那这个circular movement就被我们叫做 convection currents 叫做对流 好 那讲到这里 我们有没有能够发现 传导和对流最大的区别在于哪里呢 conduction的物体本身是不动的 而convection的时候水是在流动的 嗯很好 好那我们也想一下 除了水会具备这样的一个流动性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东西也具备这样的流动性啊 比如说我们周围的空气 对不对 所以只要是能够自身真的进行流动的 这些东西我们其实统称为流体嘛 所以说convection会发生在哪里啊 能够发生在液体之中 以及气体之中 那conduction呢一般发生在我们的固体之中 这就是它们之间的区别 好那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对流的一个书面定义啊 那对流前面一段其实还是一样的对不对 对流就是我们的热量从高温的地方传递到低温的地方 但是它是怎么样来实现的 the movement of itself 它是通过它自身的一个移动来进行实现的 好那这里也给大家再把整个过程稍微的总结一下 毕竟我们去应对一些简答题的话 你不能只写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话对不对 如果有三到四分的题 还是应该把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过程写出来的 那从哪里开始写呢 那我们首先从加热 加热之后呢 我们这些热的这些区域啊 它会上升 原因就是因为热胀冷缩 它的密度会比较小 好那接下来上面的那些比较冷的这些区域 它们会下沉 因为它们就会显得密度要比较大一点 这就是对流的形成 以及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 我们也把这个区别再在这里呈现一下 这一段呢 也是需要大家能够非常准确的进行记忆了 好那通过对conduction和convection的学习之后呢 我们也来做几道立体巩固一下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题目啊 我们题目讲的是呢 有四个录影者 他们要开始生活烤食物 好那问的就是 以下哪一种材料的选择啊 可以保证我们的手并不被这个热量所烫到呢 大锤同学 你有什么想法吗 这可是吃的哟 肯定是地啊 前三个选项都是金属啊 除非他们想烤猪蹄啊 我们大锤同学说的非常好 这道题确实应该选最后一个 好那我们也发现 想要正确的做出这道题 其实就是要对我们刚刚在这里 所列出的这个表格 一定要背的非常熟 那这样的话 这种题目就不是非常难了 好那 从这道题呢 我们也可以再延伸一下 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啊 那如果你现在觉得你的手比较冷 并且想利用这堆火堆来取暖的话 你会把你的手放在哪里 你是不是第一反应就想到了 你一定会把你的手放在上面 对不对 那个地方是温度相对来说最高的 如果放在旁边的话 好像就没有办法感受到那么热的热量 那为什么呢 其实这也是我们刚刚所讲到的 我们这样的一个火堆 它也会导致它的上方的一个空气会进行加热 那空气它也是会进行流动的 热空气会上去 那并且把这个热量传到上方 这就是因为convection的存在 所以你会觉得上面的热量是比较大的 那这里呢 老师要强调一下 convection的传热方向 根据刚刚所讲的知识点 convection它的传热方向一定是往上的 一定是往上的 如果你在旁边也能够感受到热量 但一定不是因为convection 至于是因为什么 这个会在最后的内容去讲到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二道题 题目很简单 问的是以下哪个说法是正确的 OK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题目 先看一下C选项和D选项 我们看起来比较短 C选项说的是 convection currents only occur in liquid 这句话对不对呢 C是错的 除了液体 气体也有convection 就像你刚刚讲的 篝火上方的气流 对的 C是错的 好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D选项 D选项说我们这个对流呢 它会发生在solid and liquid 这句话对不对呢 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 其实是不对的 我们想一下convection是什么 它的定义 它的一个热量传递是通过自身的一个真实的移动来完成的 那对于固体当中一个物体如果作为固体的话是并不具备流动性的 所以这个选项目前来看C和Dog都可以排除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选项应该选择哪个呢 应该选择我们的A选项第一个 第一个选项它说什么 它描述了对于这个current convection current的一个具体过程 首先当我们的这个物体如果比较冷的话 它会contract 热胀同样也会冷缩嘛 那冷缩之后 它会变得密度比较大 这确实是在convection当中的一步的 那B选项错在哪里呢 前面一大段其实都是对的 cool contract warmed expand这个都是对的 但是错在受热的物体膨胀之后 并不会变得密度更大 对不对 如果我们把这个more这个单词改成less的话 那B选项才会成为正确的 OK 好那总体来说呢 这道题我们最终选择A选项 好那今天呢 就讲解到这边 我们主要讲解的是对于热传递当中的传导和对流 这两种过程的一些特点 以及它们的一些考点 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的掌握 好那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